Hello大家好我是小鱼儿 前两期给大家讲过了米金里绘图的基础的一些 应用以及一些参数 那么今天小鱼继续给大家分享米金里的两个重要参数 相信通过前两期大家对米金里有一个基础的认识了 画一个简单的图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这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上期讲的 用我们的一个参数来控制我们图片的一个长宽笔 比如说一个16比9的一个 长宽笔还包括呢用我们的一个 BGE来控制我们的一个图片的一个风格 一个漫画风格 这里呢小鱼儿再补充一点啊 除了用我们的BGE来控制我们的一个图片的一个风格 我们还可以直接在这里输入一只卡通的猫 那么他跳出来的呢也是这样子一个卡通的一个风格哈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除了通过引擎来控制我们图片的风格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在提示里面 让他把我们生成什么样的风格 我们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来改变他的一个风格 当前来到的这个页面呢就是米金里的一个 官网哈 给大家先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两个重要的一个参数 在这里参数里面呢 其实前一期我们已经讲了纵横笔啊 就是一个长宽笔 今天呢我们主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混沌模式啊 他也叫混乱 一个参数 还有我们的一个总值参数 这两样呢是在我们平时绘图的话用的比较多的啊 可以来控制我们一个图片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效果 其实讲了这么多参数这些呢已经讲的差不多了 其他的这些呢大家可以自行去研究一下啊 使用起来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只要你看明白了 你研究一下的话 这些都不是问题 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混乱是什么呢 这个混乱KR值是怎么设置的呢 那么大家可以通过这一组图片来看 我们可以通过设置这个KR值来决定一个图片的一个 变化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只猫头鹰啊 它的整体风格是没有多大变化的啊 但是在 外形方面还是有一些变化 这里官方是这样说的 我们的KR值是0到100之间 那么我们默认的一个KR值呢 它是0到我们在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 它是一个0 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个加一个参数值的情况下啊 它的默认就是生成出来的图片是这样子的 在这里呢我们加了它的一个KR值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加了 10 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啊 这些会有一点变化 在这里是说啊 这是一个低值 那么我们 再加一点来中等值啊 这里加了一个245的一个 值 KR值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里 风格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这里呢它又继续加啊 加到一个高值啊 50% 加到一个50 真的是给了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图片 大家可以看啊 这些风格有了变化非常的大了 还可以加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值 我们加了一个80 大家可以看一下 哇塞 这真的是 风格完全发生了一些巨大的变化 在这里呢小鱼儿就带大家一起来 实操一下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值 它到底有多大的一个变化 打开我们的一个discord 在这里 输入一个斜杠 点这个image 我们在同样在这个提示词后面啊 输入我们重要的一个提示 你可以用一个翻译工具啊 我这里就 简单的说一个来自外 星球的一个机器人 我们把这个粘贴过来 放到我们的一个提示后面 在这里我们同样还是要控制下这个图片的长宽笔 杠杠AR 16 9 我们先发送一张原始的图片啊 在这个K20指示在0的情况下 就是一个原始的图片 我们看它会是什么样的 那么在这里呢我再来 同样用image啊 在这个提示词后面 输入 我们刚才的一个提示语 杠杠 AR 16 B 16 9 9 那这里我的把它直加到20看一下 同样空格 杠杠 我们在这个后面加上杠杠 K20 再空格 输入一个20吧 我们等待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我说来自外星球的一个机器人啊 这个外星球的一个机器人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感觉像一个爬虫呢 外星球的人都是这样走路的吗 大家可以看123 第1张第2张它没什么变化 图片是非常相似的 第3张立起来了第4张更像一个人了 这是在没有任何 给它一个值的情况下 K20值 它是生成出来的图片是这样子的 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K20值调到了20之后 它这个图片生成出来是怎么样的 难道外星球的人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感觉怎么像螃蟹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挺有意思的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风格有一些变化了 而且还加了一些背景在里面的 看到 后面有一些背景的 颜色上面的也是有些变化 可以看一下 这里 几乎就是一个白色 第2张这个图片 风格上面是有一些变化了 背景有一些变化 我们再加一下值呢 输入我们的一个描述词 这次的话我们就输个40 输个50吧 在这里大家能看到一点 K20值的话 它这里说的是 K20值它会 影响 初始图像风格的一个 变化程度 高的一个 K20值的话将产生更多 不寻常和意外的一个结果 给我们更多的一个惊喜 K20值越低 结果越可靠 可重复 在这里的话好像不是K20值越高越好 K20值越低的话 图片的话一个 相似度更高 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大家可以看到 当这个K20值变到80的时候 它的风格全部发生了变化 变化非常之大 但是在我们K20值很低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变化不太大 它的头几乎还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50的一个K20值 来自外星球的一个机器人 他站起来了 这个还是一只爬虫的样子 这个更奇怪 风格发生了变化了 那么他还保留了第1张原始的一个 爬行的一个 姿势 我们第1张看一下 外星人他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再把这个值再调大一点看一下 这里我也输了个80吧 这里 小圆儿 再给大家偷偷的说一下 要绘图 就是在中午的时候会图 中午我发现这个速度蛮快的 因为小圆儿用的是一个核珠的 晚上的话 这个米吉人里核珠真的是要等很久 中午用起来比较顺畅 我的妈呀 这变化也太大了吧 简直不敢看了 等会给大家揭晓 这变化简直太大了吧 这直接就变成了人了 这个风格突然来了一个飞跃的变化 这个值真的不敢太高啊 太高这个变出来的就已经 已经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原始的一个样子了 在这里他直接就是你看 这还是一个机器人的模型 第2个呢也还是一个 有点像什么呢 这个像一个 邮车 像一个货车的一个样子 这后面的 三四章直接就变成了一个人了 这个值越大变化 不可想象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出来一个结论 官方也是这样解释的 这个 KR值呢 越低 结果就越可靠 就可以重复 我们尽量不要把这个KR值 调得太高了 我这边的话 把它调低一点看一下 我一走上来的话 这个KR值 我是调到的一个20 那我再试一下 那这里的话 我把这个KR值 调到10 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已经出来了 好像还没有完全跳出来 OK了 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在把它的KR值 设置到10的时候 说实话真的是很像一个外星人 一个外星的一个机器人 通过这一点 我们其实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我们的一个KR值 越 小的话 那么我们 做出来的图片更符合我们的一个风格 如果说你要想让它的风格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 那么我们就可以提高这个KR值 KR值越高 最后 它的风格变化就越大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 KR值的一个设置 我们可以通过设置这个KR值 来改变 这样一个我们绘图的一个风格 小鱼发现这个 挺有意思的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你可以把每一个值去设置一下 看怎样能够得到一个你想要的一个图片 如果说我们想要不改变我们的一个风格 让它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尽量把这个KR值给它设得小一点 那这个KR值呢 小鱼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我们接下来来给大家分享这个 总值 我们给大家讲一下这个SET总值的一个参数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SET值这个 这个参数 包括小鱼之前也听过 但是就是不会用 今天呢 大家一起来好好的学习一下 简单的说呢 这个SET值的话 我们绘图的时候 用这个SET值 它可以保住我们一个 原始的一个图片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这的值的话 我们学会了 我们可以 生成一些类似的图片 你将获得相似的 最终的一个图片 就是我们的图片 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有很多朋友其实都想学这个 可以怎么样上传我们的一张照片 来改变我们的一个风格 那么你学会了这个 总值的话 你就能 做出来这样的一个效果 在这里大家能看到官方这里解释 这个SET值的话 可以接受0到4亿多的一个整数 数的话大家可以自己来设置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官方 生成出来的一些图片 在它进行了一个SET值的一个变化过后 然后它的图片 也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 大家可以看对比一下 这里是在 加了一个123的情况下 那么在这里呢 它又去 寻找了一个 其中一张图片的一个设置值 这里的话 小鱼就带大家一起来实操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效果 同样打开我们的一个 discord 那我这里用一个小男孩来举例吧 一个 可爱的小男孩打着一把红色的散 我们是给它多了一个描述 把这个提示词输入到这个后面 同样我们还是把这个 长宽笔给它设置一下 那在这里的话 我是不给它任何 SET值的一个参数 我就直接这样发了 好像网络不太行 这下OK了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图片已经出来了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圆图 这个是在我们没有给任何一个 SET值的一个情况下 那这里我们来加一个SET值呢 再看一下 我们输入一个789789 我们看一下 因为它这个值的话大家可以自行设定 就在等待 这个速度还是蛮快的 马上要出来了 很明显的大家能看到 这是我第一张没有任何 SET值的一个情况下 它生成出来的是一个卡通的人物 那么第二张呢我看一下 风格有一些变化了 有一个还接近一个真人的一个图像 那么这两张它的一个SET值的话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我设置过的 这个是一个随机的 是没有一张是相似的 那么同样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笔记里很奇怪的一个点就是 你从来不会生成出来两张一模一样的图片 大家都知道的 哪怕是你是一模一样的提示词 你去生成两遍 那么得到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SET值呢 我们要来控制一个人物的一个连续性 我们同样还是用这个SET值 还是用这个 描述 我们再来生成一遍 看一下 他的人物是不是一样的 稍微等待一下 在这里这个红色的雨伞是没有变化的 人物上稍微有了一些变化 所以我再想一个点 应该是我 第2张和第3张生成出来的图片 它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描述 都是一样的 包括这个SET值都是一样的 我们控制了这个SET值的话 那它的图片生成出来 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马上就要出来了 好像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稍微有了那么一丁点的变化 又好像没有变化 我们对比一下 参考一下 第1张是没有变化的 第1张人物是没有变化的 第2张 稍微有一点变化 衣服上有一丁点的变化 第3张没有什么变化 第4张 有那么一丁点的变化 那证明这个SET值 还是有用的 所以我们想要如果说想要做一些连续性的人物 我们可以考虑来使用这一个SET值 这里的话 小月要说明一下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V4的一个模型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出现了一个S 我这上面的时候把它调整了一个 V4的一个模型 因为官方有这样的一个说明 就是在V4的一个 模型下面我们用一个SET值 它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如果说你用其他的一些模型的话 那就说不好了 这个 它都同样会发生一些我们预估不到的一些变化 那么在这里的话我就来选一张 我们来找出他 拿一个人来做一个例子 我看一下 找一个 一个正面一点的吧 就他吧 先把它放大 大家刚才看到了我这里设 设置了一个 SET值在这里 789 789 那么这个789 789 它是这4张图片的一个SET值 它不是在其中的一张的图片的SET值 我们想要查询它一个SET值的话 我们 必须要去 把它放大 来查询 这里的话小鱼儿会教大家 如何查询它的一个SET值 我们学会了 如果说你要做 一系列的人物 比如说一些漫画动画 包括一些历史性的人物 所有的 只要你想生成一些连续性的人物 那么你学会使用了这个SET值 都是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绘图的一个效果 它都可以给你生成一个系列的一个 人物不变的情况下 都可以给你生成出来 这张已经放大了 OK已经完成了 点击这里旁边有一个 添加反应这里 我们找到一个信封 点击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会收到一条消息 那在这里 大家就能看到了 米金里给了我们一个私信 我们点开之后 这的值在这个后面 它的一个设置值是 65193 921311 我们复制一下 我们再来做一张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同样 我们的描述都不变 描述不变 长宽笔也不变 我们把它的设的值加进去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是怎么样的 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官方的解说就是一个种子编号 一个设的值 它的一个数字呢 就相当于是我们一个种子的一个编号 我们有了这个种子的话 我们的图片 它就不会发生一个太大的变化 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 总体样子是不会变的 它会发生一点轻微的变化 但对于我们生成一些连续性的人物 这样是相当有帮助的 这里还在排队中 那么利用这个排队的时间 我们来复习一下 上一期学的一个 Planter指令 打开我们的一个提示词这里 写提示 提示这里 回顾一下 我们上期说过 我们这个Planter指令里面 包括一个图片的链接 一个我们的提示 那个参数 还有我们设置的一个参数 它是由这三部分组成的 等一会儿来我们就来演示一下 如何 把这三部分都完全利用起来 刚刚讲了图片的一个链接 小鱼在这里 趁着空闲时间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去找一个图片的链接 比如说这张图片 我们把它放大 又 点击一个右键 在这里一个复制链接 那么这张图片的链接 我们就找到了 把我们的图马上就要画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幅图已经完成了 我们在给了一个set值的情况下 给了它一个种子的情况下 但是它汇出来的图都会有一些变化 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我以为给了它一个set值 它就 人物 至少人物上不会有什么变化 但是它的人物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只有这一张 第三张是稍微像一点的 第1张和第4张完全就是把它变小了 第2张的这个脸还是勉强有点相似 那在这里我们同样 把我们的三部分都组成起来 我们把这个圆图的一个链接把它加进来 看一下能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相似的一个效果 首先我们还是在这里 输入一个Image 在这个提示后面 我们的第1部分 先 输入一个图片的这样一个链接 重复了 这里必须要一个png结尾 这个上一次 给大家也说过 png或者 另外一个 看一下官方的解说 这里是png或者是gpg结尾的都可以 空格一下 这里 加入我们的一个描述 还有我们的一个长宽笔 这里再加入我们的一个set值 在这里我们的三部分就已经组成了 第1个是图片 到这里结束一个图片的一个链接 第2个是我们的一个描述 第3是我们后面的一个参数设置 我们一起回车看一下效果 看能不能保住我们原始的一个样子 大家如果对这个plant指令的话 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去看我上一期的一个视频 里面有给大家讲plant该这些指令该如何去设置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已经汇出来了 我们放大看一下 那么这个效果的话就比我们 刚才的上一张图片 要满意多了 它更符合我们需要的一个风格 人物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跟我们这张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我们如果说想生成一个相似的一个人物出来 我们必须要加上一个图片的链接 再加上我们一个相同的一个描述 最后加上一个相同的一个色的值 那么我们汇出来的图 就比较满意 可以达到我们一个连续性人物的一个 效果 如果说我们要想生成一系列的相似人物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色的值 包括我上面讲的一些方法 那么今天的小鱼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今天主要给大家讲了一个 class参数和一个总值 色的值的一个参数 那么这两个参数 大家如果都学会了的话 我们就可以生成出一些连续性的人物出来 比如说你要做一系列的一些 图画或者说你要生成一系列的一些视频人物 大家可以 好好地利用这两个参数来 完成我们一个想要的一个绘图的一个结果 由于时间关系呢 小鱼就在这里不给大家多说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操作一下去演示一下 如果说还对一些基础知识不太了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我往期的一个视频 在这里米金瑞的一个新手指南一些基本使用 还包括米金瑞的一些简单的绘画图 喜欢小鱼的记得一定要订阅关注小鱼AI技术学堂 米金瑞的一个链接的话我也会放在下面那个描述栏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去 直接去领取一个链接 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给小鱼留言 记得一定要订阅小鱼的一个频道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